大家好,我是国考欧帕的作者小欧老师 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影片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今天要讲述的内容是国考作文这样写才会高分 那首先我先大家简介一下我这个人是谁 那我刚好讲我是国考欧帕的这个品牌的创办人 同时我在今年的1月也要即将出版了一本国考欧帕的国考实战书 那这个实战书蛮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内容是记录我当年在三分之二专业考科都没有念过的状况之下 是如何用四个月自学就考上了国考 那中间我包含了我做的实作的技巧以及心理调试的方法 在这个书里面都有详细的拆解步骤跟大家说明 所以如果你是有需要从0到1准备的国考小白的话 也欢迎大家能够购入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我本身有另外一个品牌 那我有持续在商业周刊公相关的文章 包含有职业跟理财的部分 所以写作这些事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每周跟每天 他都必须要去持续进行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实战技巧也是结合在国考写作上 以及你如果未来有需要在自媒体经营 或者是商业公稿上有需要的话 其实都是很好用的技巧 那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讲述一下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内容主要是透过书里面的内容 然后去展开跟大家谈一下国考写作 究竟要怎么写才会高分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的内容主要就是出自于那本书里面的三之九跟三之十两张 那如果这个内容有是书中的 我就会标注页嘛 大家可以进一步查阅书籍的内容进一步了解 那如果这个影片它新增 是我新增范例或者是书中没有的内容 我也会在右上角去做标注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课程大纲的部分 我会先从国考作文呢 它是怎么样被批改跟配分开始跟大家谈起 那另外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你如果实际进入国家考试的时候 你应该拿到题目之后该做的四个步骤 以及它的重点在哪里 那碍于今天的影片时长的关系 我还是会先放在最重点 也就是影响配分最大的审题上面跟大家说明 那最后呢 我会加码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 透过一些简单的小训练以及练习呢 去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那最后呢 影片彩蛋也会让大家去带走一个国考作文的简合表 可以让你跟你的partner一起 就是互相交换批改作文的时候 有一个依讯的表格 那也可以让你进一步去精进你们的作文能力 那再来呢 我想要先从国家作文配分跟评约规定是怎么开始 跟大家分享 那先提一个 我刚刚有讲嘛 国文的这个在高考三级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共通科目 也就是不管你是技术类科或是行政类科 你都必须要去练习 以及你必须要备考的科目 而且不可以零分 那从112年开始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重要变革 就是我们开始考选部不考公文了 那也就是说 从112年开始呢 整个作文它的比重就会从60分到80分 也就是说不管你未来就是要考什么国家考试的类科 作文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确实是会增加 而且它会整体去影响到你的上榜与否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去练习 以及把这件事情好好的给补强这样子 那拉回来评约规定这件事情 你今天完成了一份作文之后 阅卷老师他是怎么样去逼改他有没有标准 这个标准其实是从考选部公告的内容沾入下来 主要分成五大项目是他们评约的规定 那其中重要性呢 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他是从最重要的1开始一路就是重要性到5 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的前面几项 你是没有办法拿到高分的 那其实后面几项 他是比较不会去影响到你的总分 换言之 你必须要把前面的窃题跟观点 甚至用字潜词的部分 你都必须掌握到 你才有可能拿到至少一半以上的好成绩这样 那简单的讲一下这五项评约规定 其中该比较大家比较陌生的就是指一诠释 窃题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拿到了一个作文题目 那里面一定有老师希望你去写的方向 那这一块呢 你必须要去读懂老师希望你回答的内容 那你才能够做出就是符合他需求的回答 那这个就叫做窃题 所以换言之 你不能问A答B 那那就是离题或是答非所问 那只要有这个状况 通常你的分数都不会太好 那第二个就是见解 就是考生观点的部分 你这个观点是不是有趣 是不是新颖 是不是符合逻辑 这些都是老师批改的重点 那文词用字浅词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词句是不是优美 你是不是有用成语 用礼语 那你的 有没有误用了一些 就是简体字等等的这些内容 那后面几项呢 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大家先参考这样 那今天的重点之一呢 就是国考写作 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步骤 那这个部分呢 国考写作 它其实是可以被拆解的 就是你整个作答的时间 如果国文是两个小时的话 小欧呢 会建议你先把最简单的公文写完 然后再去写测验 最后再花最多的心力 放在作文回答上面 那你必须预留时间去做检查 那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 国文试卷的答题顺序 那作文总答题的时间 我也建议大家是用大概 快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来做写作这件事情 那简单的来说呢 我会把国考写作 看成大概四个步骤 首先你必须先看题目 看懂题目 老师到底要问你什么 你到底想回答什么 这个是必须在第一步 就好好的把它看清楚 然后并且抓决定你的作文切点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会影响到你整个作文的走向 以及你实际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所以这个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因为你如果这个 国考的作文 它的基本题目你就看不懂了 就像你在解方程式上 然后你一开始的题目 人家叫你做家里弄成成 人家叫你用简里弄成除 那你觉得答案会对吗 当然不会对 所以你的第一步审题 其实是你整个国考作文里面得分的基本功 所以即便它是只有花五分钟 但是这个可能会决定你整个分数一半以上的走向 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就会将在第一步的审题上面 那你审完题目了 你决定了你这个作文的切点之后呢 你就是要把你想说的话塞到老师能够理解的架构里面 也就是我们常常平常在讲的什么开门见山法 然后起程转合等等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打骨架 你一个文章本身的灵魂 就是你想要传达中心思想 你想要说服让别人了解你想要表达什么 那你表达一定会有一个表达的逻辑 跟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你在列大纲的时候 必须是注意的大家股价 那你有了股价有了灵魂 那下一步是做什么 你必须去填那个肉嘛 那填那个内容其实是最花时间的 那大概会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内容通常啦 我们的范例通常都会用故事去填我们这个作文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也就是让大家觉得有趣的地方 因为你这个观点 你要大家去理解你这个观点 举例来说 我们如果今天这个题目文章是想要说 论诚实的重要性 那我们通常就可以塞入一个故事 像是华盛顿去砍倒樱桃树的故事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哦 名人他是 他小时候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他诚实 然后也变成他一个很重要的美德 这样子 那这些就是你要去论证这个诚实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可以用名人的故事塞进去 然后去论证他 但是我必须说 就是领场考试时间有限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会比较建议大家用自己的故事去写 因为你自己的故事 你才可以掌握说 这件事情 他的 人事实地物 然后你自己的感受 以及 他是最能够感动别人的内容 这样子 那另外呢 如果你可以引述学说或是数据来论证你这个题目 当然也很好 但是一定要确保正确性 那另外有一个额外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你在填内容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会去避开一些敏感事件 包含宗教政治等等的内容 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改题的老师 他对这件事情的观点 你可能说好 可是别人觉得很差 这个就会影响到他们判断他们分数的 呃 自由行政的部分 那最后呢 下结论的部分 呃 就跟我们在吃餐点一样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要花很多力气在处理 结论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在吃 就是例如说 我们在吃什么 法国餐厅或是什么之类的 减餐 那 通常最后一道菜上来的时候 如果他特别难吃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觉得今天的整个历程都很糟 但是换 反过来说 如果最后最后这道甜点就是超好吃的 那你整个感受你就会觉得 哇好像今天这整顿晚餐都很不错 这样 所以你的下结论这件事情也就是你的最后一段 如果你真的能够好好的把那个什么 首尾呼应啊 然后你的论点再次强调一次 然后也符合那个老师的期待的话 基本上你的分数都不会太低 因为他就会连带的回溯 觉得 哎 你这个人头尾也弄得很好 故事写起来没什么问题 逻辑看起来也蛮顺的 那 你拿到高分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所以第四步骤呢 下结论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大家用名人格言或是金句来做结论 那如果你临时想不到一些名人格言的话 你也可以用开头的文章重点 换句话说再说一次 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整个步骤流程操作下来大概是80分钟 那我今天主要讲的重点我会先放在就是 省题上面